之前你从来没给我讲过 你们认识 这什么缘分 对 其实也是因为 我们爱奇艺的另外一档节目 叫《我是唱作人》 然后那档节目上 我跟石头哥 对 就是短暂地相处了 一小个夏天吧 后面我就 比如说去北京的时候 我就反正死缠烂打地 就去邀约他玩什么的 对 然后渐渐地就 咱俩就熟绕起来了 对 他来北京 给我打个电话 我在 你就来 我说不在 那就下回再来 然后这次以太邀约我 我说石头哥能不能 我说能 他能不能 歌我还没听呢 我就说能 对 因为的确也很开心 的确也是一个工作的机会 工作的机会 哈哈哈哈哈哈 石头主题是吗 非常感谢石头哥的加入 要用死权话讲就是 好庚子 真的庚子 可不可以加入CDC吗 可以 哈哈哈哈 哇 现场的各位 倒数计时 二十秒投票通道开启 舞台非常有意思 他要是做的那种丛林风嘛 常诗勒本身就是行走的人生效果器 他的嗓音条件 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 他们两个人的音乐素养都是很高的情况下 去打磨这样一首作品 我觉得非常好 王以太本来就是一个会把中文hiphop带到更多元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说唱歌手 然后我们又想象到王以太和常诗勒 这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融合的这么丝滑 王以太和常诗勒的表演又一次拓宽了中文说唱的宽度和广度 也加深了中文说唱的深度 投票已结束 那结果我们会在之后公布 感谢二位可以回到备战区稍作休息 主题感很强 沙漠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很多的绿叶树 你想说的是荒野大标课那种感觉 之类的吧 就是有一种很强的主题感 太喜欢了 就是这个听的每一个惊喜的点都头皮发麻 就是而且他们和声在一起 人声真的非常好听 太好听了 真的我头皮发麻 特别是就他们两个一起配合的时候 再加上那个口琴 怎么说呢 口琴很加分 对我觉得融合的聚好